今天是11月21号 2021年星期日 今天呢和大家再分享一些信息 这也是木木上发表的一些信息 咱们来共同回顾一下上一周的情况 美股扫描英伟达涨超3% 再刷新高 电动车企 Luiset反弹超11% 止步两连跌 大行纷纷看好英伟达 数据中心业务 上调目标价最高达400美元 广州车展探馆 有改变时代落幕 汽车工业 变革步入下半场 然后简单说一下 11月19号2021年最后一个 A级车展广州车展将正式开幕 时代财经了解到本届 广州车展为期10天 于11月19日至28日 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展馆举办 包括汽车零件 零部件及用品 汽车改装 新能源 新技术等 题材展区 展会规模达22万平方米 展车达 1020辆 全球首发车 五十四辆 有改变时代落幕 据了解 本届广州车展 共有 1020台展车其中 燃油车 779台 新能源车 241台 尽管 燃油车 在数量上 仍占具绝对优势 但新能源车 数量 已创 历年之最 在中国市场 以BBA为代表的豪华车 品牌 此前 在电动化方面 不算突出 所受新能源产品为 多为有改电车型 销量方面表现一般 在本届广州车展上 包括宝马 奥迪 凯迪拉克 等豪华品牌 均 带来了基于 纯电 平台 打造的旗舰 电动车展现 电气化 转型 新成果 再来看下一个 彭博州即将到来 2021年4月21日 Bloomberg Week Ahead 对冲基金 Q3持仓 多数减持亚马逊 Meta Bland Labs 最受欢迎 其中根据各家地交的 13F文件 6家不同的 对冲基金 减持亚马逊股票的数量 超过其他任何股票 不过 也不乏有 像美国亿万富翁 投资者 丹尼尔勒布 旗下 对冲基金 3rd point 采取不同策略 增加了 对这家电子 商务巨头的持股 对另一家 科技巨头 Meta Platform 包括 Culture Management 在内的四家基金 选择减持 两家基金 选择增持 特斯拉车主 APP 又废了 大范围内 应用服务中断 特斯拉年内 多次提价 事实上就在上周五 10月19日 特斯拉CEO马斯克 刚表示 该公司的移动应用程序 正在重新恢复正常 此前 特斯拉推出了 七 移动应用程序的更新 之后就出现了 这种应用中 中断问题 比斯 马斯克表示 看来我们无意中增加了网络流量的 成余 现在 应该在恢复正常 很抱歉 我们将采取措施 确保此类事件 不再发生 特斯拉APP 是特斯拉车主体 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手机可以用作打开车门 启动发动机的钥区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应用操作 许多汽车控制功能 国产Model 3 涨价1.5万 11月19日 特斯拉中国官网显示 国产Model 3后轮驱动版 收价上调 1万5 至25万9万元 25.9 25.09万元 续航 也从原先的46 468公里 提高至 556公里 百公里 加速则有5.6秒 降至6.1秒 官网显示 目前交付时间为明年一季度 这个有所争议 最近看了一个微信的一个视频 说的续航只是它的一半 不是这个数字不确认 因为在微信当中的有一个实际操作 在高速上 就是这个续航 没有这么多 大家有兴趣 可以到微信上可以查一查 所以说特斯拉的稳定性 还是它这种 这些数字不一定是准确的 大家如果有这种车的话 还要小心 不要等到彻底没有电 给它推下高速就不太好了 估计多数人不会那么做 只是在测验 它的真实数据 就是这种续航 是否可以续航了 那么多的数字的话 大家不要冒那个风险 在高速上下不来 它这个数字不是缺人 缺卸的 因为在微信上 有人真正较真正 就是做了一下这续航 而不多说它 古普塔股市可以逐步上涨 别的日日主 Dell Speck 美上市 今年 在经济盛行 日日主 Day Day Cook 主打方面 素食产品 RTH 将是首家 于D Speck 形式在美上市的 港产公司 创办人 朱家莹 接受星岛日报 专访时表示 从行业分析 内地方 内地方变食品 市场 芳心为爱 美国投资者 对此商业模式 以不陌生 现在正是上市的好时机 又预期明年 以EBITDAG 可实现 扭亏为盈 艺术品市场爆发了 即将公布美联储 主席 会花落 谁家 会影响 明年货币政策吗 这个呢 有好几个博主在 一直在讲这件事 但是 对呀 他们的谁是鹰派 鸽派 谁是这个美联储主席 会影响一些股市的情况 但是 美国华尔街 就是华尔街 我们来读一下 拜登即将正式提名 美联储 新一届主席 无论是鸽派的鲍威尔还是 更鸽的布雷纳德首次加息时 十点都会更迟 美联储现任主席 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四年任期将于2022年2月结束 本周美国总统拜登将正式提名 美联储现任新一届主席 目前候选人是鲍威尔 布雷纳德 两者观点主张的一同 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货币政策主张方面 鲍威尔和布雷纳德均有较高的通胀容忍度 允许通胀率暂时高于美联储的长期目标 2020年8月鲍威尔修订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 布雷纳德便是重要的贡献者之一 今年夏季 鲍威尔和布雷纳德也一致认为 高通胀反映的是少数行业供需不匹配 是暂时性的 布雷纳德更加关注劳动力市场 恢复的充分性平等性 布雷纳德演讲时多次突出了他对女性 有色人种低收入则等 边缘群体的劳动力市场的重视 加息节奏上鲍威尔鸽派 布雷纳德似乎更鸽派 布雷纳德被广泛视为联邦 公开市场委员会最为鸽派的成员 如果就任 或将保持更长时间的相对宽松环境 布雷纳德更看重就业市场的恢复的平等性 如果他上任美联储主席 那么很可能会在加息之前 要求边缘群体就业得到较为确定性的恢复 但布雷纳德对加息也保有充分耐心 重视就业恢复 且重视程度有所上升 11月宣布Taper后 鲍威尔强调 缩减并不意味着会很快加息 希望不阻碍未来潜在的就业增长 另外从缩减恐慌中吸引教训后 鲍威尔对货币政策的处理更灵活 这个不多讲 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上期的一些股票 上个星期五 大盘呢走得不错 有的走得挺好 Let me find it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又冲出历史的新高点 一个小的十字星 上影线稍微长一点 所以这只股票 就是这个QQQ是纳斯达克指数 然后这是标普500 是一根小阴线 在历史的最高点 之间这个上幅度的震荡 在内区间震荡 但是 到琼斯指数一根大阴线 一根大阴线 所以说美股的这三个指标 各有不同 一个是上涨 一个是在这中间徘徊 小幅震荡 拉的一根小阴线 对吧 然后呢 对一根小阴线 然后再来看一下 我们大家都在关注的 BWAC 这个川普概念股 这个川普概念股 跌下了51 52 这个支撑线 跌下来了 52 52块钱最高点 冲破了这 第一根大阳线的最高点 已经冲到最低点 在上周五是 50块3毛5 最高点是57块钱 所以这支股票 已经跌过 已经跌 低于 它起涨的第一天的最高点 52块钱 所以大家应该关注 这支股票 会不会再走到 20多块钱 30多块钱 45块钱 这个实体的收盘价 45块5 看看下周 它是否还能跌到这个点 记住了 年末大家都要做 也许是 Sunsgaling下周 大家都提前出去 放假 度假了 还是怎么样 还是在这能否起稳 庄家是否 还在这里 还是庄家 先测出来 然后过节之后还怎么样 我们不清楚 再看一下这一支 川普概念股的同类板块吧 就算是 它呢也是跌了很多 我们看15分钟图 15分钟图 高开低走 它应该是跟什么线 是一个阴线 但是它的价位比 比这个上周市的价位收盘价 比它的价位高一点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支股票也有运作 因为它在这三三块四走到四块四 四块二还是几毛钱的放 所以呢 这支股票还是比较活跃的 对吧 那你再看DWAC呢 它呢就是稍微高开一点 然后直接下来 再看这个呢 CRPD也是同一天 这个川普概念股的拉涨也好 它们都是一起在涨的 所以那就一起 我也关注他们的股票 然后这支股票呢 也是 这个不是一个线的向下跌 而是出了一根小阳线 再看这支也属于媒体的股票呢 它呢就是属于低开高走一点 所以出了一根小阳线 但是这几只股票我都在关注 在看它什么时候起稳的时候 但是这支股票 SALM 我还是一直要关注这支股票 它跌的时候我就买它 跌的再跌不动的时候 我还会进入这支股票 所以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你要盯住哪支股票 就像你自己 怎么说 你要观察一些股票 你对它了解的 而且你在它身上赚钱了 你对它比较熟悉 它的做法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这个好的一个习惯 因为你对它了解 所以它在什么地方是低点 你就知道在那支股票上 你赔了是你赔的机遇呢 就是第二个 因为它这个股票都是有波段 你呢只要在低点进去 就等到高点 因为它是一个媒体 媒体没有生产什么的 它就是广播嘛 但是它有一些产品 比如说呀 数字媒体呀 出版啊 它有三个部分 广播数字媒体和出版 所以这支呢 这个呢 是一个基督教的保守派 内容的多数媒体公司 它是这样 然后包括 有电子商务啊 音频啊和视频流 以及其他资源 所以呢 我呢 注意这支股票的图形走势 我在这儿卖的呢 虽然我卖的早了 但是在这个的又涨 我没有进去 我就没有追 不追涨 记住在高点 这一天的时候上去了 我不知道第二天还会涨 因为它上也挺狠 然后以为这是逃命坡 还是怎么样 但是没有大涨了 跟着那个川普股一起拉涨的 所以大家可以观察 这支股票 或者这类板块的股票 他们的 这个运动 这个price action 就是他们的 这个走势的一些规律 好不好 就像在这儿拉涨一个 然后第二天 它又涨 那么那你说这个呢 涨了第一天 然后就下来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一根阳线 所以呢 如果收羊 大家做一下自己的分析 这只收羊怎么样 第二天大跌 对不对 所以这只收羊 第二天大跌 是不是 所以容易被套 如果没有在低点进去 走上去了 你在这追了 牢牢的被套在那 但是给你解套机会了 这一天 如果你在追涨 你不在这卖 你是不是又被套进去了呢 所以我就不愿意追涨的原因 在这我就这个收回来 这一个波段 我没有做到 但是我不后悔 我绝不追涨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在这儿吗 他上去了又下来了 这个呢 走到这儿呢 下来了 这个呢 也是庄家做的庄 他要给你机会 再拉涨一个 然后你在这儿 要再不出场 你又等到这么高的时候 你就要等待这么久 他又拉涨 没有走到你这个价位 对不对 又你继续在套牢 在这儿你再不出 那你就是又追涨的话 你就被套牢了 所以呢 有的时候这股票市场呢 哎 就是套你 在这儿套你 对不对 在这儿套你 给你套进去了 牢牢的套住了 在这儿你再不出来 又被套住了 你又再买的话 然后你在这儿债不出来 牢牢的被套进去 给你三次机会 1 2 3 给你三个不断 你在最高那天不出来 得 牢牢的被套住 在这儿你再不出来 我是在这儿出来的 我呢 是在这儿买的 当天我就可以出来 我没出 我贪心 我在这儿太贪心了 我就在这儿 当天买的就涨 我没出来 我就能赚30%多好像 然后呢 它跌到这儿 我也没买一块多的时候 它走到两块多 我看到在这儿起涨了 我在这儿买了 两块 两块多一点 两块多少钱 然后在这儿 几乎翻倍了 对吧 这4块5 我出来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关注 另外呢 我觉得 这只股票一直在关注 我现在还有仓位 虽然我现在被套了一点 但是我对它一点都不干嘛 我一点都不害怕 它的涨势很凶猛 这只股票要大家注意 它是在盘前涨到8块多 当时我已经在这儿卖了 我卖了这只股票 我彻底踏空了 但是我在别的股票 我在自己股票赚了 但是在高位又被套了 人不能贪心 有利就赚 活生生把利润变成了亏损 所以说 吸取教训 每一次你的教训 每一次你的亏损 都是给你的最好的 一个license 给你的最好的功课在学 所以在股票市场上 都赢钱的 就说每次你都赚的是最高价 然后你出场了 那就英雄 他再走多高 那钱补你的 你赚到了 你就上了 你再贪高的 得 被套牢了 人家庄稼 骑了骷髅打下来 你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说 做股票市场的这些年轻人 反应快 还有打游戏的那些人 都赚大钱 反应快 不贪 马上走掉 所以 磨练性格的一个地方 OK 那么今天我就说到这 希望大家 喜欢的话就给个点赞 好嘞 那么点赞订阅 分享 评论 谢谢大家观看 Have a nice night Bye